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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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寶貝兒子在校 藝人隨堂跟老公也好滿足 一家三口的幸福模樣 見傻旁人 隨堂年初與老公Pony賞婚 而這段姻緣 其實就是由婆婆 資深藝人賴沛霞 千里撿千 我第一次看到隨堂的照片 我就覺得 怎麼這麼漂亮 我覺得好漂亮 然後再取隨堂這個名字 我就說這個一名取得真好 直說自己第一眼 就覺得和隨堂5N 但一開始 是女兒 也就是同位藝人的謝沛恩 先跟隨堂拍戲結合 男女之間 真的有老朋友存在嗎 等等 你們兩個 不會是黎大仁跟陳佑青吧 我可不要當Maggie 打探一下看女兒工作狀況怎麼樣 知道她就隨堂感情很好 我常常跟她開玩笑 我說妳有沒有跟她講 我是她的粉絲 她說沒有 我說妳怎麼不講 她說妳自己去講 她很酷 所以一直都沒有接觸 我也沒有去探過伴 直到這部偶像劇 讓賴沛霞終於能跟女神相遇 愛情如果可以那麼簡單被替代的話 妳難道不會懷疑她的價值嗎 所以當他們告訴我說 爭婚起事的女主角是隨堂的時候 然後問我要不要去演 我說隨堂 不過我們不是很了解嗎 我一看到隨堂 我一坐下來 我第一句話我就跟她講說 隨堂妳有沒有男朋友 她就說沒有啦 我說 我說 雜誌怎麼寫我知道 報紙怎麼寫我知道 但是妳知道我們這一行 我不一定相信 我就問她 她說真的沒有啦 那Aggie也說沒有 我說我們家兒子不錯 她就 她就一直笑這樣 我說真的不錯 賴沛霞學隨堂的語氣 還真有幾分相似 當時她毛最次見自己的季子Tony 希望隨堂答應見個面 然後Aggie這時候 剛好從外面就走進來 我說我們要把她介紹給Tony 她說 Tony不是她的太太 然後就說 我說 我說 那非常喜歡什麼態度 他說 她喜歡黑黑的 我就把手機拿出來 然後我就翻照片 我說Tony現在在非洲 他真的很黑 緣分這種東西真的是要等待的 是 目前還沒出現 如果大家有好的可以幫我介紹吧 真的喔 然後在我演舞台劇的那一天 剛好 然後我就把他們統統邀在一塊 一起來看我的舞台劇 那一天呢 他們就第一次見面 然後我們剛好那一天是 最後一天 所以晚上我們有慶功宴 我們就也一起找去 然後那一次Tony在台北 只待了三四天吧 然後他就回去了 就回美國 真的就是那三四天見面 然後爸爸很積極的就是 約了好幾次見面了 我說他介入太多 對 是 我說 是人家要追女朋友 妳可以當軍師 妳不能自己下去追啊 他完全是以在追 他完全是以一副在追 追女朋友的那種姿態在追 我完全沒有積極 積極都在爸爸那邊 對 我們兩個完全是很酷的 覺得是 沒有 你也還算蠻 我很興奮 妳興奮 對 我是最就是我不想碰 這是我好朋友 這是我哥哥 然後你知道我也 因為哥哥就後來就會 飛到美國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們中間怎麼樣 怎麼樣 然後就可能後來就發現 他們一直都有在聯絡 在WhatsApp上聯絡 科學通信軟體聊天 但是讓相隔兩地的隨堂與Tony 聊出了火花 碰到對的人 很多事情就會變得很自然而然 就後來突然間有一天就是 我們約吃飯 就是哥哥還在美國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聊 然後我就覺得糖糖不一樣 然後臉開始 你講Tony啊 他的臉就很讚 那時候我們坐在一起吃飯 然後Eggie就會跟哥哥在WhatsApp 然後突然之間哥哥不回了 然後他就 他就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然後他就看糖糖在那邊 然後就那個 然後Eggie就說 你在跟Tony Champ 然後他整個臉就這樣 紅的就這樣笑得 然後那時候我跟爸爸 然後我們就坐在那邊 我們就說OK OK OK Yeah 學祖還滿幸福的 就是我的公公 還有我的婆婆 美國的婆婆 還有佩霞姐 他們都非常非常很愛我 與Mr.Right交往不到一年就賞婚 這個大美人非賴佩霞莫屬 正面激激的他 給了小兩口很大的力量 我真的體會到感恩 才是利用的來 賴佩霞過去這20年身份 是心靈講師 一頭俐落的都大 是和現在的餐飾招牌 於80年代 紅子儀一時的模樣 差很大 是理想很像 我愛這夜的盲目 你ㄧ恩 我愛這野蠍芽 你來那夜情一場 可是來要花一百的夢 勇綑在夜來下 我愛這夜子茫茫 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小统一牛排馆 弹钢琴唱歌 后来就有机缘 刚好唱片公司到统一牛排馆来 然后听到我唱歌 所以就把我签下来 我是他们签下来的第二个歌手 然后后来就有张青帆啦 江淑娜啦 江慧啦 比江慧出道的还要早 加上是混血儿女星 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 让她一出道就受到注目 25岁就嫁缩人妇 没想到却是一段不愉快的开始 生下女人谢培恩后 她却意外发现 老公有了小三 还会莫名其妙接到女神电话 与公婆之间的相处也经常碰壁 当我进入第一段婚姻的时候 真的撞得满头包 我才发现说 人好复杂 原来人是在某一些时候 是会说谎的 然后是需要说谎的 没有嫁为人妇的喜悦 换来雨泪洗面 孩子 孩子在学校都会画画 那当我看到她画妈妈哭 然后我就知道 她心里是担心妈妈的 那时候她也是很均心的 对 她那时候是幼稚园 然后就像现在一样 我一哭 她就会 她一直帮我擦眼 对 我记得这一幕 就是我记得 现在是享受 她很贴心 她虽然有时候看起来酷酷的 但是她真的很贴心 女儿的贴心让她坚强 后来下定决心离婚 更直接找来小三帮忙 让前夫愿意签字 我学到很多很多 我学到自己有多么的不足 但是我也看到自己的力量 所以第一段婚姻 我不认为那是失败的婚姻 我觉得那是很完美 非常完美的一个生命过程 阶段里面的婚姻 结束八年婚姻 那便狭沉了单亲妈妈 独立抚养两个女儿 在教育谢佩恩时 也曾遇到平静 13岁的时候 然后她就硬要穿回 穿我的上台的鞋子 布鞋 白色布鞋 谁会穿白色布鞋上台 妳现在上台不都穿白色布鞋 没有啊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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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她就硬要穿那双鞋子 然后就已经要上学了 她就在那边地上在那边捏... 我有到地上捏... 你就在地上这样子 然后我就看着她 我说 Eddie 我好像一巴掌打下去了 然后她就说 Why don't you do it 你说做妈这个时候的女犯 只好打下去 英文有一句话讲 Be careful for what you ask for You might get it 就是你... 那我觉得我也在教孩子 一件事情你不要挑衅 像有一些女人家 你打啊... 你真的以为别人不会动手吗 所以我唯一动手的一次 后来打了她我就上楼去了 然后几分钟以后她就... 她就上来 她就说 妈妈 刚刚是你最用力吗 我就没理她 她说不痛耶 我说OK 下一次我会用力 然后她就讲说 妈妈你骗我 她说妈妈你骗我 她说你说过 你一辈子都不会打我 然后我就说 I'm so sorry 我说What is this 妈妈 这是个多么愚蠢的承诺 我说我是你妈 我说你有可能一辈子不打你 女儿偶尔的调皮捣蛋 让她头疼 曾经恐惧再度接触夫妻关系 但还是在某个时刻 出现了对的人 第二段婚姻 我会碰到我先生 就是在媒体上 有时候我也提过 就是在飞机上 然后她刚刚好就坐在我旁边 嗨 妳上飞机 那我先进去 我再坐尻窗子 然后我就在那边看报纸 然后看完很自然 然后这个人就 有一个男的就这样 催着口哨进来 我就觉得在剖阳光的这样 他就讲说小姐 那个报纸 小姐 他不认识你是谁吗 他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他就说小姐 我可不可以接个报纸 等等 我们应该知道他是谁吗 谢先生是很有名的人吗 他 他是scandler 真的假的 是... 今天大家所有的所有的scandler 就是他发明 他不有钱吗 全世界的都是他 对... 你好啊 好可爱啊 怎么让他做这种乱沙发呢 第二任丈夫谢志宏 也有过一段婚姻 与前妻生下儿子Tony 也就是随堂的老公 原本不考虑散婚 但受到当时 余峰事件的影响 改变心意 我还记得余峰的母亲就会很伤心 就说这个孙子必须要回到他 这个前夫的身边这样 那时候Bob就在讲 他说你一天到晚在外面跑 他说我没有办法想像 如果有一天你出状况的话 这两个孩子必须要回去他父亲的身边 就是说如果失去你又失去两个孩子 所以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说好 那我们办手续 让你领养两个孩子 领养孩子必须要有婚约 因此他们决定再一次走向婚姻 你今天穿这么帅 今天是给人家讲 对啊 你放大他的优点 你就拥有一个好先生 你一直放大他的缺点 你的先生就是很糟糕 有一次跟我们家老二 我们家女儿讲 我说我好奇怪 你爸为什么会这么爱我 然后他就讲说 也许你的存在会相应出到他的优点 小女儿的这一段话 也点出了婚姻的生存之道 赖佩霞二婚已经十五年 从事心灵工作的他 也曾带着一家人踏上印度土地 上林修课程 对他来说 重新当艺人散播欢笑 现在的他将以自身经验 传递幸福的家庭关系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